这里是加拿大花展在多伦多三月中旬一年一次 我们今天来继续看这个花展 这里是一个小型或者是微型的花园 旁边这是它的卧房吧 一个小房子 这个花园也小极了 其实在这么小的花园里头也可以种出颜色丰富的小花园 这里还有水的小喷泉 有这种小喷泉的小花园 一定要把石头把它暴露出来 所以在周围种的小花呢 就是这种矮小的花 这都是什么花呢 这个紫色的叫葡萄风信子 是耐寒的植物 一年比一年多 这种漂亮的红色粉色 还有各种颜色 比如说黄色呀白色 各种颜色是叫做爆春花 这种花呢非常洗水 甚至可以在水里泡着 但是它不是非常耐寒 有少数的耐寒的品种 可以在多伦多过冬 但是大部分呢不是很耐寒 而且它们如果夏天如果太热 太干的话它会死掉 所以一定要保持一个是冬天 你要想在家里中呢 一定要是冬天能够让它有一些保护 夏天要一直保持潮湿 特别是适合在这种 有小喷泉的周围种植 这旁边呢还有繁根植物 它夏天喜欢潮湿了 冬天要特别要避免积水 当然了冬天这个小喷泉会关掉 里面的这个泵啊什么的都要拿出来 放在没有上冬的地方过冬 这样的话第二年还可以继续使用 这个小花坛主要颜色来自于这些 花花绿绿不是花花绿绿 红红紫紫红红黄黄的玉金香 当然了还有一些绣球花 这样种玉金香呢 应该是每年秋天种一次 等它开完花以后就挖掉 种其他的夏天植物 这样种的蜜蜜集很难 就是玉金香在多伦多至少 在多伦多呢 是很难种成这样一年比一年多的情况 而且即使你要是种玉金香的话 夏天等它开完花以后还是很难看 它也很难在一年比一年多 所以要种的这么密集高密度的种植 就需要每年都种 这个很多人都愿意每年种了 它不在乎再重新买重新种 它要的就是这个春天的效果 再来看看旁边这个小花坛 这是另外一家了 它中间有栅栏隔开 它前面种的是这种开小红花的 这个是锦带花 伟基拉 这么小的花 这么小的叶子还是很少见 它也种了爆春花 加上配着这个小的低矮的长青真叶树 这是下垂的品种 后面也都是小的 实际上它可以长得比较大 再长两三倍高 那么你需要不断的修剪来保持它的这个尺寸不要太大 那么它除了这个红红黄黄的玉金香以外 它还有一个颜色 就是那个yaka 就是那个黄色的剑麻 在花园里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主意啊 在花园里头增加花园的颜色 不仅仅可以靠花 也可以靠这些叶子 特别是像剑麻这种 它在冬天也可以保持这种鲜艳的颜色 这个花园呢也很有特色 它的特色是什么 它的水 你看见这个小瀑布 是从它这个房檐上流下来的 这就是怎么设计的 很有意思啊 它是有一个管子 不是从房点流下来的 它是从管子流下来的水 然后有很多的装饰 这种像小鸟的房子一样 实际上它不是给鸟窝 不是作为鸟窝 但这种装饰很有特色哈 如果家里头有砍掉的树 你可以考虑把它做成花园装饰 这个花园呢也是颜色丰富 除了这些玉机箱以外 你仔细看 它有这种暗红色 它叫维基拉锦带花 它开的小红花 然后这个浅绿颜色的植物 这是不耐寒的植物 是需要每年都种植的 这种植物呢也是赏业的 中文叫什么 如果谁知道可以在下面留言 还有这个金黄色的 这种是小的柏树 它的特点呢 就是除了颜色金黄以外 它也是长得很低矮 它是横向 或者是长成一个小球一样的 不会长得特别高大 你看这个丰富的颜色 从远处看 也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 远处呢 还有正在盛开的杜鹃花 和绣球花 这个小花园 主要是靠灯光来点缀的 在这个花园里呢 看到一个很有特色的植物 就是这种低矮的 它不是草 看上去像草坪一样 它不需要修剪 仔细看 我开始还以为是time 就是一种香草 但是它是属于景天的一种 密密麻麻 这种品种非常矮小 它也会开花了 开的小粉花 小白花 春天的时候也是一个花的地毯 这种植物呢 叫英文叫seedum 或者叫stone crop 非常适合 这种干燥的环境 比如说你想节省水 因为每年我相信 有花园的人在家里头 这个水费是花了不少 来浇花 那么如果你想想节省水的话 仅仅靠雨水 就可以让这些小植物 很happy 很高兴 这个花园还有一个特色呢 就是前面 它用的是一个被熏过的木板 或者几条木板来组成的 可以走啊 在上面踩啊 但是它从装饰的效果来看呢 它这个熏过是只是为了这个防腐 那么从装饰效果来说 你可以看到很特殊 很独特 我们追求的不就是独特吗 你对刚才介绍的几个小花园 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